但是我要对他慈悲 为什么 学观音的慈悲 学地藏菩萨的愿力 学文殊菩萨的空性智慧 学普贤菩萨的永不退转 学弥勒菩萨的绝对平等 所以弥勒菩萨 他希望他的世界是众生绝对平等 没有人生病 没有人受苦 那这些菩萨的功德你都有了 才可以成佛 所以既然我们今天要来超度 那我想各位 我们都有佛性 那至少这个时间用佛的心来做事 好不好 那就有力量了 虽然你可能没办法保持24个钟头 有些师父有的人说 师父你叫我吃素吃三天就可以 吃四天我会发疯 那我说三天也好 因为佛经说 吃一顿素食 生生世世不会遭遇 生在战争的地方 吃一顿素食 所以请人家吃一顿素食 那是一天吃素就不得了了 战争跟你没有缘 不施一颗药 给出家人 不施一颗药 给出家人 九十一节不用生病 所以等一下你要问法师 哪里有生病 告诉我 我要让我自己不生病 佛经又说 不施一碗饭 给一个出家人供养他 生生世世不会生在饥饿的地方 所以你等一下跟法师 晚上你去哪里吃饭 我请你 所以各位要经常到寺庙去供灾 好不好 供灾 然后呢 那事实上法师活着让你供灾 谁得到好处 你得到多一点 因为佛菩萨他已经成佛了 不需要吃饭 也不需要你给他供灾 对不对 他福报大得很 但是佛菩萨成佛 是让我们 给我们福报的 给我们加持的 这样做一个比喻好了 你给你儿子一百万美金 换过来 你供养你爸爸 一百块美金 哪一个功德大 太聪明了 那你为什么要给你儿子一百万美金 儿子是来讨债的 你给他干嘛 但是爸爸妈妈可以让你感恩 你供养爸爸妈妈一百块美金 超过你给儿子几百亿美金的功德 所以父母是我们的功德 父母对我们有恩就有这么大的功德 那佛对众生这么大的恩 佛的功德大不大 太大了 没有办法形容 所以佛经有个故事 有一个女生拿一朵花 去供养佛像 她就问那个小和尚说 小和尚啊 那我供花 有什么功德 小和尚说我不知道 我就问我老师父 结果问老师父 问了很久很久还没出来 那女祭司有一点不耐烦 终于小和尚出 你问那么久 哎呀 我师父算不出来 然后我师父呢 就用神通去弥勒菩萨来编 弥勒菩萨到现在还在算 还没算出来的 因为供佛的功德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超度 并不是单纯把这个食物 不是给恶鬼到 首先要做的是 替他们做供养 好不好 但是你不能自私 你不能说 哎哟 法师你讲功德那么大 太好了 我要来救修功德 我要发财 那如果你有这个自私的心 功德就小一点了 那不要好了 我为我儿子供养 希望他发财 那你也是自私 你可以用你儿子的名义 替众生供养佛 然后呢 佛加持不施给众生 那你儿子功德才大 记住这个道理 比如说 你有冤亲在主 你有堕胎胎儿 你血排位了 那你要怎么做比较好 那你的堕胎胎儿 假设叫吉儒 那你买一包饼干 我以吉儒的名义 为众生供养诸佛 为众生不施 那他得到功德大不大 那就大了 那你就还他债了 如果你对他这么好 他就快乐了 他一快乐就超度了 对不对 要么升天 要么去极乐世界 他就不会住在你身体里面了 那你欠他的债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就是 大乘佛教的意义 你一下 一切为众生 没有自己 所以大乘讲空性 就是告诉我们 没有自己 只有众生 没有太阳 我们能不能活 全热死了 全冰死了 没有水可不可以活 全部都渴死了 所以 没有父母 我们也不能活 一样的 所以能够让我们活下来的 都是我们感恩报恩的对象 所以我们要感谢医生 感谢国家 像各位身上穿的 可能鞋子是我们中国来的 戴的眼镜是德国的 穿的衣服是法国的 化妆品更是法国的 吃的食物是香港的 因为我们身上这个活着 来着四面八方 就像我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跟我说 不能带一毛钱来 我说师父 那没钱怎么出家 你没钱出家 你才知道感谢众生 那我说怎么来 他说穿个内裤来 就真的 我就 然后呢 然后就 我就来出家了 然后我就出家 然后他们叫我去做衣服 就我衣服做一做 哇那老板多少钱 没钱 我以为出家衣服很便宜 那我就不敢拿 我师父说 我没有叫你去做衣服 你回到寺庙 那边很多死掉的出家的衣服 你拿来穿就不穿了 你穿他们死掉的衣服 不会还俗 有加持 我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从一个 做事业有钱的人 从零 然后到今天 但我师父才跟我讲 那你要感谢 你看你喝一口水 也是别人给你的 你要这样去修空性 修无我 修绝对的感恩的心 好不好 所以各位 你老公跟你在一起 终于生下一个 你爱的儿子 你要好好感谢你老公 哪怕去外面 再生几个也无所谓 没有你怎么会 我这个儿子呢 你要想这个就好了 你要想 你怎么对不起我 那你痛苦的要死 所以我想 坐过飞机 要感谢所有飞机上的人 不然你一个人抱飞机 你坐得起吗 是大家一起 然后感谢开飞机的 感谢空腹炎 感谢坐在隔壁的 所以我每次坐飞机 我都不睡觉了 超度大发挥 为活的人消灾 为他们身上吃的肉 殷勤在住超度 这样我就没有白坐一趟飞机 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所以更感谢空腹炎 更感谢一切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睡在酒店 感谢他们帮我们铺床铺 给我们水 对不对 给我们空气 信徒给我们出钱 这个观念很重要 念一下 随时感恩 好不好 当你不感谢对方的时候 你就在骂对方 其实我这句话 人一生气 这个恩就忘记了 所以喝人一口水 要知恩图报 要永永远远地 记住这个道理 而不能因为后面 他对你不好 会把它切断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报恩 这些牌位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 但是佛的功德圆满 慈悲圆满 但是佛的功德慈悲圆满 没有透过我们用心 来念佛 诵经 那众生就得不到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我们佛教徒活着 有什么意义 来 一切诸佛的功德 跟受苦的众生 我们是连接点 当你嘴巴念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的力量给他了 当你用一杯水供佛 那这杯水化为极乐世界功德水 让他们洗到就超度了 一块小小的饼干 我们拿来供养诸佛 佛加持这个饼干 变成甘露 让这些众生 你也讲 吃即解脱 闻即解脱 他闻到了 他就解脱了 所以各位今天晚上回家睡觉 我明天用神通把你变到非洲的乡下 什么人都没有 房子没有 你开始度众生吧 这样就好了 你就开始一个人在非洲度众生 这个叫菩萨 菩萨如果不如此 他就不会成佛 从零开始 甚至非洲人要杀你 所以就像玄奘法师 要到印度取经翻译给我们 中间好几个阶段要被杀掉 玄奘法师是孤独的 法弦法师是孤独的 意境法师是孤独的 这些去替我们取佛陀的经典 翻译给我们的这些法师 死的更多 活的没几个 所以我们才有一部经典可以看 所以各位你 你现在念一部新经 你都要非常感恩 所以要很认真的去读这个新经 那我们现在先替六道众生做供养 好不好 所以我再讲一次 一千亿美金 拿去世界做布施 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是最圆满的功德 就像刚刚讲 你给你儿子一千亿美金 还不如供养你爸爸一块美金的功德 那何况是佛呢 佛是众生的父母一样 没有佛 那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 我先问各位 美国人可不可怜 美国人可不可怜 可怜 你不懂佛法不叫可怜吗 白来一趟 现在给你做最有权的人 最有权利的人 如果你没有归三宝 这个人可不可怜 可怜 那各位自己快不快乐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老公虽然不在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儿子虽然不孝顺 好在我有归一三宝 因为老公跟儿子都不是你归一的地方 不然你会苦死 我跟你讲 漂亮 金钱 房子都不是你依靠的地方 再漂亮的东西都像前面的花 请问会不会坏掉 你也讲 靠山三岛 靠水水岛 靠老公老公岛 你不要依靠 你不要依靠 所以佛陀说 你依靠 执着你就会痛苦 你也讲 万法皆空 对了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没有一样 你可以依靠的 所以 依靠就是痛苦 唯有 往内 开发你的慈悲 佛性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快乐 千万不要靠 像很多人说 我读博士 我很有钱 我权力很高 我很漂亮 我很有力量 用这样想要赢过别人 那个叫阿修罗道 那就是竞争 每天在打仗 所以我想 一个修行人 他不去征服外面的人事物 你也讲 征服自己 感动对方 你唯有 征服你自己 你才可以用 慈悲跟智慧 去超度众生 这个叫佛 所以从今天开始 希望大家 我们既然要超度众生 要怎么办 你讲 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 不要再生气了 不要再骂人了 不要再起欲望了 师父 我很喜欢吃鸡肉 你很不慈悲 你吃鸡肉 今天的超度排位 所有动物通通跑掉 所以我们为什么 超度人不能吃肉 为什么大乘佛教不能吃肉 因为你要超度众生 你要是 你这个人有杀的心 你这个人有爱生气 那些鬼就跑掉了 他怕你 人怕鬼 鬼更怕人 所以你一定要变成一种 慈悲 不怕对方 你吃掉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爱你 你才可以超度他 慈悲心才是超度的唯一方法 不是你念哪一个佛 念哪一个咒 哪一个佛 哪一个咒 如果你没有悲心 念出来就没什么意义 还不如放录音带 所以我刚才讲 佛的圆满的力量 能够帮助众生 是靠我们这颗心 我们这种无我的 平等的 报恩心 慈悲心 承担众生痛苦的心 那这颗心 你念一句奥弥陀佛 他就超度 如果你没有这颗心 你把整本书都背下来 那也没用 因为心才是力量的所在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每个人都有这一份心 也愿意 但是你如何保持这一份心 那叫修行 修行就是说 不管碰到任何境界 你还是保持空性或悲心 这个叫修行 那当然你必须要经常练习 你不经常练习 虽然你知道 却做不到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不生气好不好 太简单 问题是今天晚上 你回去就生气了 还不简单 做不到 做不到 哇这是 你有一百个理由 我要生气 所以那修行 知道跟做到 那是天差到地 那为了要做到 那各位要 故意去磨念自己 那种痛苦的世界 你要去磨念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师父知道 我放不下我儿子 虽然我可以放下我太太 但我放不下我儿子 所以 所以我的 师父就叫我打坐 他说你要好好想 你儿子怎么死的 被打死的 被火烧死的 被他的继父 伤害死的 你要一直想 想到 很痛苦 哭 然后想到不会哭 那就要放下 不然他跟我说 你出家 你还在想儿子 有用吗 你出家 还在烦恼 你漂亮的太太 有钱的太太 跟别人跑了 你更气死 因为我出家的时候 我太太 他们都不让我出家 结果我就找一个 出名的律师 等我决定要出家 律师就骂我 你要干嘛 我要跟他离婚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 你太太这么漂亮 然后条件呢 我就开始写 所有财产 动产 不动产 小孩子肩负权 都给太太 他说 嗯 这样可以 哇 你全部给他了 后来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他连律师费 都不敢跟我收了 他问我 为什么要出家 我把出家的道理 告诉他 我不是不爱我太太 我爱他这辈子 我更爱他未来世 我希望他将来解脱 我必须为我生下的儿子 付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我必须用我的生命 做他生命的模范 就像我们爱父母一样 我们爱父母要超度父母 那出家是为了报父母恩 出家是为了报众生的恩 而不是享受一种自私的快乐 所以我刚刚跟我们几位 住在这边的出家人说 你不要享受这边 空气不错 你会生病了 你不能享受这边的安静 鬼会来找你 他说那住在那里干嘛 好好超度 好好征服自己的烦恼 不能怕鬼 师父有一点怕 怕是怕你自己 要跟石头在 人家石头都不会怕 树也不会怕 为什么树跟石头不会怕 他没有一个我的心 他当然不会怕 那你会怕 那正好修行 那我们出家就是把这个怕 这个我 消除掉 那你要借这个机会来修行 而不是出家在保护这个我 你干脆养石头狗 陪着你睡觉好了 那你这样就不叫出家了 出家就是做什么 念一下 生命战士 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对不对 不怕孤独 不怕穷 不怕苦 不怕热 不怕冷 不怕鬼 那我说要 那是孤独 那这样出家才有意义嘛 而且让你知道苦 你才知道别人的苦啊 如果出家是一种享受 那大家都跑来出家 我就叫没事干 对不对 所以我想 我今天这样说 我也希望 念一下 互相超度 对啦 我希望把各位给超度了 各位你超度了 那我们更有能力去超度众神 所以快乐跟痛苦 决定在当下的心态 也就是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态 或是一个慈悲的心态 你想清楚了 没有人对不起你 只有自己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不是劳工对不起你 不是朋友对不起你 不是太太对不起你 不是国家对不起你 是我们自己了 念一下 自作自受 万法为心造 今天你得到快乐 得到痛苦 得到健康 得到癌症 是你的心制造你自己 不是神 不是上帝 不是佛 这是佛教给我们最好的心态 所以我们的心 创造我们的命运 叫一心创始法界 请问 我们的心可不可以做佛 我们的心会不会下地狱 也会 你决定吧 如果你喜欢生气害人 你就在地狱了 如果你很喜欢慈悲 帮助众生 那你可能在菩萨 成佛的境界了 所以我们的心就不断地在轮回 但是 一心念佛 永不退转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心 在佛的境界 在极乐世界 如何让自己永远慈悲 不放弃众生 在大的痛苦 不退转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想 这个超度的功德 来自于我们人类的修行 而不是说法师 牌位给你 交钱给你 你帮我超度 那法师倒霉了 交钱给我 我不卖给你了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是 大家合起来的力量 而且我们今天超度 也绝对不是很自私 超度自己的祖先 或是堕胎胎儿 这样还是自私 你一自私功德就很小 超度的力量就很低 所以佛要我们念一下 发菩提心 超度众生 那所谓菩提心是 所有六道轮回的众生 哪怕他做神 哪怕现在做总统 哪怕他下地狱 我都要对他的生命的 离苦得恶 负起绝对的责任 而且不依靠别人 我个人的责任 而为此来发成佛的菩提心 来精进的修行 那这样你就有力量 超度 那如果你有这个力量 这样超度 请问 这个力量会像你堕胎胎儿 他超不超度 他会说 妈妈好伟大 他就超度了 对不对 哇 我爸爸好伟大 超度了 请问你这种伟大的心 你的爸爸往生了 你这个伟大的心 你爸爸会不会超度 超度了 哎呀 我儿子真伟大呀 他就超度了 所以念下来 一指发心 九弦七祖敬超生 所以 虽然各位没出家 你发心就好了 这个发心不分在家出家的 观音菩萨是在家人 请问他有没有发心 发什么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叫发心 什么叫发心 把小小的自私的心 变成广大无量无边的悲心 简不简单 简单要不要而已 不简单 这个世界 请问 从这边到南北极远 还是你你的心远 地球大还是你的心大 心大 心可以观想一望的地球 要是吗 是要不要 只是各位现在把心弄太小了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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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老婆 老婆 你在哪里 你故意把你的心 就把你弄得小小的 绑住那个地方 然后 你越爱对方 对方越讨厌 为什么 这个 受力点小 压力大 你要是变成平等的爱 双方都没压力 所以 你这么强的这种感情力量 只是关心一个人 早也打电话给他 晚也打电话给他 睡觉也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睡着还拉起来 老公 你爱我吗 所以 因为你给他太大的压力 所以各位 众生皆有佛性 念一下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是佛讲的 佛成佛的心 跟我们凡夫的心 一样的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只是我们把心 用错地方了 我们把心 用在往外求 我要感情 我要成功 我要金钱 我要升天 那你的心 用错地方了 我们要把心 拉回来 你也是 苦海无边 你也是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你往外去求 叫苦海无边 老公 对我好一点 老板 加点薪水 儿子 你孝顺我一点 那你苦不苦 太苦了 但是 你照顾你的心 就好了 不要把你的心 心肝掏出来 交给别人 然后再怪别人 把你心脏 丢在地上 是你自己 找苦吃 如果你要把心肝掏出来 那可以 放在地狱里面 放在恶鬼道里面 你不对他无所求 你只是希望他离苦而已 那你心里很平静 所以念一下 慈悲无障碍 慈悲无烦恼 自私最痛苦 所以你会痛苦 是你自私 如果你慈悲 你就没痛苦 所以我再问各位 出家快乐 还是在家快乐 那我再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出家 是你不想快乐 放不下 也是借口 你现在去找 心心法师 马上理掉 不用福报 福报是自己 要不要有福报 当你生起一个悲心 就有福报了 当你放得下 就有福报了 你要放不下 你有一千个理由 放不下 还没有 我儿子还没长大 还没结婚 还没生孙子 不会吧 找我好了 我们在台湾 有一个 就是满七十岁的 都住在寺庙 叫如意聊 你就把家里放下 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然后每天念四字箱的佛 吃饭自己出钱 因为你们有钱 吃饭一个月四百块美金 这是在台湾 没有四百 以前便宜 五十块美金 现在比较贵 他们自己付钱吃饭 然后他们在那边念佛 所以在家出家 随缘 佛陀只能说 你会照顾你身体的话 你就可以出家 如果你已经没办法 照顾你身体 那你就不方便出家 但是心可以出家 就好了 虽然你生病了 老了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就出家了 你也讲 心在极乐 对对 你不要把心放在家里 你要把心放在极乐世界 你念佛 帮助众生离苦 心快不快乐 快乐 你不要儿子孙子 儿子孙子 儿子孙子 那没办法 有些出家的 还在儿子孙子 所以 前两天 我儿子结婚了 所有 我不在台湾 当然 作为我儿子 我没有跟他联络 终于他长大 要结婚 他第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他的爸爸 能够到现场 那是 而且对我来讲 当然我认为 我跟他 我没有直接 跟我儿子联络过 我就透过别人 跟他说 以做父亲的立场 我祝福你 希望你们婚姻快乐 那是一个出家人的立场 我不能出现在那种婚姻 因为我不是你的父亲 在肉体上是 但是在身份上 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哪有出家人的儿子结婚的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理解 当然我过去的太太 更希望我回去 对不对 他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我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不是被讨厌的那种人 所以 但是我只能说 那就是希望他转化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缘分吧 我就利用这个缘分 回向给他 这样而已 但是我不能去执着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我回去 对他也来讲 对我来讲 都是个痛苦 我的心里又有一个 我有儿子 这个就对我是很大的伤害 当我有失心的时候 我就没有众生的想法了 因为我会儿子第一 众生慢慢来 所以我想出家跟在家 是在这个心态的问题 就算你不能出家 但是你说世界第一 众生第一 其他随缘 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的儿子的 跟女儿事情让你很心痛 让你放不下 那就是你要修行的时间来 为什么 你要想想 哪一天